行义拳 另一种说法是 此权取故之常意向行 所以有行义拳之称 行义拳创始人 为明末清出山西永济县尊村人姬姬可 有的全普称姬龙凤姬龙丰 姬氏生于1602年 姬名万历三十年 足于1683年及清康熙二十二年 姬氏曾南游河南少林寺 洛阳 安徽秋浦等地 传逸给曾继武 自清乾隆年间 行义拳在河南 河北 山西广泛流传 河南 山西有权势紧凑 尽力精巧的特点 河南讲求权势勇猛气势雄厚 河北以权势舒展 稳健扎实建成 在内容上 山西与河北相近 基本拳法都以三体式 五行 劈 崩 钻 砖 炮 横 十二行拳 龙 虎 猴 马 驼 鸡 药 燕 蛇 台 鹰 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一拳有明镜、暗镜和画镜三层进道 明镜显于外 其特点是硬打硬拼 它是练习行一拳的第一步功夫 也是筑基状体、异股增力和整发合镜的阶段 暗镜是一种内藏之际 表现为圆活灵巧、外柔内刚 画镜是精气神与形体高度统一的运用 其特点是不急不离、不丢不点 神灵体活变化莫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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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徒手的挨身炮 五行炮队练 也有队刀队棍等 队练是在单练的基础上进行的攻防练习 其特点是积极性较强 攻防合理 进退闪斩 配合严谨 很具实战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刀 枪 棍 大刀 大枪等 演练时 仍保持着行异拳的风格作用 其整进更体现在深陷的协调配合 和尽力的整体合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成泉》 《大成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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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泉》